字幕提供 各位好 首先來報告一下 二印Mask Ringo 全城的進度 我們的申請數目已經過了八百大關 而我們工作團隊裡面有十個人 總共有十部以上的3D打印機 不停地生產 也有幾位朋友每天跑去順豐為你們記件 只是卡洛斯自己印出來的件 已經不單是自己在香港 澳門、新加坡、美國、馬來西亞都記住了 一個這麼成功的二印舉動 令卡洛斯可以將設計程序由頭走到尾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由這個設計思維到這個生產線的整個程序 到最後卡洛斯還會介紹一件新圖回來的寶貝給你 這件事可以幫到你剪口罩布 所以你一定要將節目看到最後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歡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叮噹 也歡迎大家按讚 和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很多人都知道卡洛斯是教設計和科技出身的 所以你看卡洛斯YouTube上的影片 你會發現卡洛斯左右教一些 右又教一些 諸如木工、電工、編程 什麼東西我都教 究竟最終我想我的學生成為什麼呢 正如卡洛斯在教組時間的訪問中 我覺得自己是個Maker 所以我也想我的學生都成為Maker 究竟什麼才是Maker呢 一般來說我們要將Maker 譯為創客 而我們自己科技教育學會 也有一個叫做StandMaker 我們將它翻譯為科藝創建師 正如我在訪問節目裡面所說 Maker就是一個懂得運用自己的知識 去解決問題 而去滿足其他人需要的一個人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根據我以上的定義 任何人都可以做Maker 你想想家庭的家庭主婦 不是都用他的知識 去為家人解決問題 去滿足家人的需求嗎 好像我老婆一樣 每天煮飯給我吃 間中都有一些新的菜式 還有我記得小時候 我媽媽會做衣服給我穿 經常會設計一些新的款式給我 所以我經常都說 我覺得我老婆和我媽媽 都是Maker來的 只不過因為卡路斯站在科技教育裡面 說話 所以我才用科技來解決問題 而大家用得好好的的Mask Green 和飛沫盾牌 就經過一個這樣的Maker 而走出來 但如果小時候學過設計與科技的朋友 一定知道什麼叫設計程序 我都講過了 我教設計與科技 所以這個設計程序我非常熟悉 讀書的時候 我每一個項目都會做一本Folio 而將這個設計程序 由頭到尾走一片 過程中 我們會經過籌劃 設計 以及實踐 三個大部分 即是由確立需求 定一些細則 做一些資料搜集去研究 跟著想解決方案 直到分析 定立最終的解決方案 以至於實踐 整件事都做出來 最後測試 就拿來交功課 因為小時候 做完的項目都不會拿來拿專利 更加不會大量生產 所以設計程序走完就算了 不會回頭再去改良 某個程度 我都覺得這個設計程序 都是交氣給老師 究竟現在學界講的 最新的設計思維 這個設計思維應該是怎樣的呢 為了這件事 我電話訪問過 前科技教育學會會長 梁偉業先生 梁Sir在教育界 真的非常有名氣 曾經兩道德國行政長官 科技教育界的卓越教師長 他將自己工作坊的PPT 和我分享 就是說你自己可以有很多創意 但如果你要搞設計 這件事是要為他人而做的 即是你同時要考慮用家的需求 既然是這樣 你的產品出到市面上 就要收回回回來 有一個概念叫做 沒有只有更好 所以回去整個設計程序 就循環不適 已經應該改名 不要叫做設計程序 設計程序 應該叫做設計循環 設計程序 才對 但老實說 我和梁Sir 在學校教設計 都是只說的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機會 真正正把產品 從頭到尾生產出來 那就更加不要說循環 所以有些深水清的學生都會質疑 Sir 你說得這麼厲害 你有沒有發明 你有沒有設計過 最壞的會說 你這麼厲害 你不是站在這裡教書 所以我教了幾十年書 其實都沒有什麼真真正正的產品 直到有一天 飛雲機會來了 但當年有位朋友 他本身是主修管風琴的 但由於管風琴太大了 所以他家裡沒有管風琴練 卡洛斯就找了這個機會 幫他設計了一部管風琴 製作了出來 效率還導致上海有位音樂學院的校長 走來向我求教 到最後我做的管風琴 就滿布神州大陸 這次真的成為了我人生之中 第一次走光整個設計程序 最後我可以大大聲跟學生說 阿Sir都不是浪得虛名 I am organ man 我們要風琴騎有故事 還是有機會再慢慢跟大家講 我們回來 講回梁偉業先生的建議 他強調成為科藝創建師 即是我們所講的Maker 要有三個特質 包括要有科技素養 人本精神 和創業家思維 簡單說 因為你要設計 去符合人的需要 所以設計者有科技素養 即是懂得科學 科技工程等等 是必須的 另外因為你的產品 要符合客人的需要 所以你需要明白 什麼叫人本精神 包括一切的人體工學的研究 同理心的研究等等 而有一個設計師 同時要將產品推出市場 你要去做生意 所以有這個創業家思維 是很重要的 剛才我說的 管風琴設計 就是一個例子 同一時間 要有科技素養 要有人本精神 因為你要迎合彈琴的人 和後來推出市場 你要知道哪些教堂 和哪些演奏者 需要這東西 而去作出推廣 但老實說 這個世界有多少人 不懂得彈管風琴 所以受眾不是多的 這件產品 好了 來到這個疫情 好話不好聽 又給了卡洛斯另外一個機會 去走完整個設計程序 不是 不是設計程序 應該是設計循環才對 首先是確立需求 因為我們口罩不夠 所以我要想一個方案 去解決這個問題 在設計概要方面 你可以想 去設計和製作 一個口罩的代用品 但在來定設計大綱 你會有很多事情要考慮 對嗎 例如我看過影片 有些人用橡筋來鋪 我覺得這件事 不切實際 會流氣 在我的設計程序 就會說清楚 我設計出來的 這個Mask Link 要是Durable 不會像橡筋那麼容易爛 而結合之後 要完全不透氣 而當時我又看過 另外一些改造口罩的設計 它就用了一個螺絲扭進去 而將豬嘴單是用一邊 另一邊又封死了 這個我又絕對不同意 明明有兩邊吸氣 為什麼用單邊呢 而無論你用3D打印或者鍵帽 你用這樣的螺絲紋扭進去 無論多漂亮的螺絲 背出來的螺絲 都是會流氣的 所以在我設計大綱裡面 也都會要求 這個Mask Link 是純粹用這個壓力迫入去 要達到設計大綱裡面所有要求 你一定要去做研究和資料搜集 越是複雜越是大型的設計 資料搜集這個過程就越是耐 而我的資料搜集 就純粹越買越多 這個豬嘴回來做研究 而一邊研究著豬嘴裡面的設計 我就慢慢生出一些可行的設計方案 大家看之前影片就會知道 是先有Mask Link 固著那塊口罩布 後來卡路斯才想到 飛沫盾牌這個設計 吸上Mask Link 上高 經過反覆改良 得到最終的解決方案 有一張實踐 而實踐的第一步就是畫圖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學畫圖 就用T尺三角尺 我們叫做畫織 但是現在一般 我們做設計圖 都是用電腦的 在這裡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想做這個產品設計 入門 你必須學一種軟件 叫做CAD Computer Aided Design 中文叫做電腦輔助設計 市面上有很多 有些要錢的 有些不用錢的 要錢的有Solidwork Inventer 西牛等等 不用錢的 有所謂TinkerCAD 有Fusion 360 有On Shape 等等 將來卡洛斯會慢慢介紹你 怎樣用這些軟件 但我亦都見到 他的學生是走錯邊的 用了另外一種軟件 去做設計產品 例如他用了電腦動畫軟件 例如Maya 3D Studio Blender等等 簡單來說現在你做設計 無論你是祭母或3D大人 都有一種共通模型的檔案 那種檔案叫做STL 模型動畫軟件 和電腦輔助輔助 都可以生出一種STL的檔案 但我打個比方 你鋸牛扒是否應該用刀 你拿一把斧頭去鋸牛扒 都是可以的 但是一種不適當的工具 我強調電腦動畫軟件 是可以做電腦動畫的 平時你看的大電影的電腦動畫 就是用電腦動畫軟件做出來的 但做產品設計 用電腦動畫就不是最方便 因為做產品設計方面 我們要求的是 尺寸要精密 和工序要清楚 電腦動畫方便去設計 一些立體的模型 形狀很特別的公仔 所以我經常跟大家說 要很適當地選擇工具 很適當地選擇軟件 去做適當的事 不用擔心 將來卡洛斯都會做一些系列 去教大家 怎樣使用電腦輔助軟件 和電腦動畫 繪圖之後 最終就是把產品生產出來 現在因為有3D打印 所以很方便我們製作圓形出來 也可以讓我們很快 立即進行到測試 想當年我們讀設計的時候 如果你在畫了設計圖之後 你要生產出來 你要用手工製作圓形出來 所以這東西也阻礙了我們 循環和改良 現在有這麼方便的3D打印 卡洛斯就可以不斷地改良 不斷地改良 而且在短時間之下 生出了適用於這麼多種 豬嘴的口罩配件 在Mars Ring和飛沫盾皮 這個設計方面 其實整個設計程序 已經轉來轉去很多片 才會產生到今天的版本 所以我們的團隊才要把這個設計 進入一個大量的生產 雖然我們這個所謂大量生產 都是用Fridor printer打印 但在我們來說 幾百套到一千套的訂製 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量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我們用了很多種不同的機型 去不斷地生產 包括我之前用的CR8 後來人捐款給我們 我們又新添置了一部Anycubic的打印機 以至於後來 有位善長人用 捐出五部的TronXY的3D printer給我們 直至剛剛最近 卡洛斯自己自知又買了一部 CR10V2的3D printer 我們現在五位打印機 有十幾部機不斷地印刷 但作為一個Maker 他的路還未走完 而在產品設計的最後期 正正是要將產品推出市場的時候 在我自己成立這個 二印MaskRingo傳承這個小團隊裡面 原來真的有各式各樣的二能人士 當中我們有3D打印的專家 也有專門處理電腦資料庫的專家 他們很用心地為我們訂製的朋友 整理資料 漸漸地 這些資料已經成為了一個很複雜的資料庫 而因為我們同時會安排打印者和送件者的接合 我們每一位人員都有一個獨自的跟進表 我們也有一個排隊表 給公眾去查閱他們的訂製進度 我們這個生產線完全不是用別人的設計來印製的 是由卡洛斯的設計開始 以至打印 以至收集朋友的訂製資料 及至於發送出去給各位朋友 整個過程 簡直好像一間公司的運作 對卡洛斯來說 這個二印MaskRingo傳承 雖然不是一盤賺錢的生意 但我很感謝這個小團隊裡面每一個人 因為他們好像給了我一個虛擬創業的體驗 對於我一個 躲在一個學校溫室裡面 教了幾十年書的老師來說 是一個非常難得的體驗 而將來 當我再要教學生 科技素養 人本精神 創業家精神的時候 我又會多一個經歷 和同學一起分享 卡洛斯還有各種各類的東西 要逐一逐一教給你們 記得按讚和訂閱 好了 到了最後 可以示範一下 一個我剛剛逃回來的寶貝 可以幫助大家更容易切割羊噴布 ! 真的 我們要看一下